幼大的巴勒 新鮮翠绿的蜜枣 还有一条条肥美的秋刀鱼 高雄的农鱼产品质有多好 现在有更多机会被世界看到 还记得上个月 高雄500吨的农鱼产 搭货轮销往大陆吗 短短一个月之后 现在又有745吨农鱼产要外销 比上次成长五成 而这条航线 之后每两周常态运行 光是农鱼产外销 余估一年就能创造3000万人民币产值 货柜里除了新鲜水果和鱼货 还有液晶面板 电子产品 和农鱼产加工品 百工百业都有货能卖出去 除了高雄平潭 航线常态化 现在每周也都有固定班次 将农鱼产外销到泉州 目前包括厦门的运载量 过年前 它事实上运量都成长了四五成 所以未来事实上还有其他的航线 可能也有相关的洽谈 高雄到平潭一趟只要九个小时 对农鱼产的保鲜程度大大加分 市府透露目前泉州也在思考 如何透过高雄做中转站 未来有望将高雄的各种产品 直达大陆各港湾 任货卖出去 没有距离 记者蔡双吉 李维珍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